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首先感谢你再回到我的课程来 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大单元里头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那么在上一个小单元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叫做这个近距离的 这个近程的或是短程的一个通信 短程的通信呢 就是说这个在一个近程里头 在同一个近程里头 比如说有一个activity咯 有一个service咯 那么因为在同一个近程里头 所以它可以用一般的这个function code 来沟通 那么相对上的叫做远距的或是远程的 就是远距的一种通信 远距的通信 那这个通信呢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这一个近程里头呢 比如说activity在这个近程 另外一个activity呢 s是在另外一个近程 那么跨近程的沟通 我们称为叫做远距的通信 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上一小节 来做个复习啊 好那这个是在同一个这一个进程里头 同一个进程里头呢 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的位置空间就是address address space 它的位置空间是相同的 位置空间是相同的 相同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位置的ban好 比如说这边是ban 000 然后一直banban到这边 表的是ban的是ffff 对不对 那么这里头的空间的ban法 是一起ban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 你只要告诉我是 啊 这0f08 那么 只要把这个位置告诉我 告诉这个知你 比如说这是牛郎 只要牛郎把他的位置告诉知你 知你就可以很明确的去找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调用它 好像 这个位置空间的进程 就好像一个学校 当这个学校的每间教室的ban法 都是一字ban的 就是从头ban到尾 啊 你只要告诉我 告诉我是 这个一连二班 那么 我就可以去很准确的访问到 一连二班的教室 好啦 那么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好了 同样的 在这里把它放大啦 变成这是 两 两个类 但是都在同一个位置空间 就好像在同一个学校 对不对 那么假设呢 它是分开在不同的学校 假设这是一个学校 那么 这又是另外一个学校 对不对 那 这个学校的ban法叫做一连 二班 一连三班 那这个学校的ban法呢 叫做一连 A班 或是一连 啊 V班 啊 那么 当我把这个 啊 牛郎呢 把这个一连二班 这个位置呢 告诉这个 知你 那么 知你呢 他会听不懂 啊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头 并没有一连二班 我们只有一连A班 或者一连甲班 一连V班 或者是一连一班 所以呢 在不同的进程 啊 不同的 process 啊 他的位置空间是不一样的 啊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两边 你直接把这边的位置给他是无效的 所以 这个方心扣 就不通了 啊 所以就不能直接 啊 用一般的方心扣 一般的方心扣是直接 啊 位置给对方 那么 他的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双方必须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啊 那 既然在同一个进程呢 他只要把这个位置呢 啊 把这个 啊 指针啊 也就是这个接口的 这个address 把他的位置呢 啊 把他丢到一个 啊 CPU里头 有一个暂存器 啊 叫做PC 叫做Program Counter 啊 啊 就是啊 Program 的 啊 Program Counter 啊 这样的一个暂存器 就是一个啊 register 就是CPU里头的一个储存体 一个空间 他把这个address呢 把这个address呢 把这个address呢 把他丢到这个PC 这个Program Counter 那么CPU呢 他 只要去看这个Program Counter 就知道 他要转移到 这一个接口里头的这个函数来执行了 如果你把这个函数 的指针 也就是他的位置 把他丢到Program Counter 那么CPU 一看到Program Counter的位置 他就会来执行它了 这个动作称为叫做防心扣 啊 啊 这是在同一个进程 他只要靠这个位置 然后丢到CPU的Program Counter 那么 他就可以来 转变CPU执行的对象 的 所谓对象的执行到对方的函数 那这个我们称为叫防心扣 那么如果是跨IPC的时候 因为这个位置对方看不懂 所以呢 这个防心扣就不通了 所以这里就画XX 这里就画XX 那么 就必须透过 iMind 啊 这个 特殊的 接口 才能够来 啊 调用对方 那iMind的对 背后 是透过 这一个啊 Linux的底层驱动 来做 转换这个位置 因为 不同的 这个 啊 位置的 XX Space呢 是不一样的 啊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啊 当你要透过 iMind的接口 转变的时候 他必须 做转值的动作 就是转位置的动作 就是从 这一个啊 Adress Space 这一边的 的 Ban法 比如说这边叫 一连二班 啊 要把它转变成 这一边看得懂的 啊 等等的 而且他还可以再互相的 扣过来 这个动作 英文叫做 Marshering 叫做 转位置的动作 OK 那 iMind的这一口 跟IPC 最重要就是 帮你做这个 转位置的动作 你才可以扣到对方 也藉由这样的一个 转位置的动作 来确保 这一个啊 坏人的进程 里头的代码 不会随意的去啊 破坏 这个好人的进程 里头的数据啊 所以 他是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也因此 达到了保护的作用 那我们就拿一个例子 来帮你做复习的哦 其实这个例子前面 我都已经讲过了 只是我们 再来做个复习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 有一个 这一个 啊 牛郎 啊 这个是 TA 啊 TA 啊 这个就是 E &I 啊 那 這EIT TA 那TA想要找个 知女 啊 找个知女 来 这个 弹琵琶啦 啊 或者是 弹骨针咯 啊 啊 弹琵琶或骨针 那么 我们 要怎么去 让牛郎 可以找到知女呢 啊 那 这个 我们就 上回有提到过 加了一个 EIT的造型 啊 加一个 EIT的造型 那 加上去就变成这两个咯 啊 那 那 这个 就是 TA咯 这个就是 阿头咯 啊 这阿头 这个就是 格格啦 或者是知女咯 啊 然后这个就是骨针咯 有没有 啊 用这样的 一个 比喻 啊 大家就 比较清楚了 OK 好 那 把它加上去 那 这一个 因为阿头呢 有 IV接口 那知女没有 所以 就把这个 IV接口呢 丢回来 给 牛郎 那他就可以透过阿头咯 然后 来跟知女 取得的 啊 联络咯 所以呢 我们就 回忆一下 上次有跟你 介绍过的 牛郎跟知女的约会 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 配对 啊 第二个步骤叫做 建桥 第三个步骤叫做 相会 OK 好 那这个以刚刚的例子就叫做 启动 启动这个Service咯 然后这个叫做 Bind呢 绑定Service咯 这个呢 就是 扣这个Service 扣这个 阿头的 啊 的 的 Ib接口咯 啊 的 Imi的 接口 的 这一个 Transector函数咯 OK 好 那我们 就来看看 这一个 画面 基本上 就是 由这一个 牛郎 提供这个 UI 因为Activity 提供UI嘛 然后当用户 有按Play的时候呢 那么 牛郎就 啊 去 委托这个 支你呢 请他去 谈骨针咯 OK 那我们现在 来看这个代码 啊 来看这个代码 那 这个还是一样 这就是 EIT的E咯 那 EIT的T咯 那 这个是 EIT的I咯 啊 对不对 I咯 就是 当Activity 被启动的时候 啊 就会 这个AMS呢 就是 17代后 就会来调用 OnCreate 咯 那OnCreate 这边就 做的是 UI的布局咯 啊 UI的布局 的这个Layout 就是 画面 到底要长像什么样子 来做UI的布局 这边都算 都算 UI的布局 然后 UI做完了 那么 啊 这个 这个 就来 执行到 Start Service 咯 那这里 就把它启动 这一个 啊 Service 那这里为什么画一个斜线呢 因为 如果你只有写这个 那么 它就会去看 如果 这一个字 你还没有被 启动 还没有被找到 它就会帮你补一个 Start Service 自动帮你补上去 OK 所以 啊 这个写跟没有写 一样都会 啊 如果还没有做 Start Service 好 那大家 啊 它就会帮你做 为什么 因为 一个Service 呢 一个知名 那么 它会有 很多 这个 牛郎 就是 Server 会有很多 去跟它 建立这个 沟通的关系 并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呢 啊 一开始 会 有一个 牛郎去把它 启动 启动之后 会有允许 很多个 Activity 去绑定 它 去Mind 它 OK 好像 一个云端的 服务器 就是 Server 然后 会有很多的 浏览器 啊 这个Browser 上网去浏览 去跟这个Server 对接 一样的 它在Android的设计呢 就是 很多个 Activity 大家 有可能 都去 跟一个 知名 一个Service 建立出Connection 所以呢 只要 有一个人去把 这一个 知名 把它启动 就可以允许 很多人去绑定它 OK 好 那绑定它的动作 等一下再来说 那我们先来追代码 做一个解释 那么这一段 比较特别 这一段呢 它创建了一个 这一个对象 它的类在这里 好 那里头呢 有一个I在这里 好 有一个I在这里 好 那它这个对象 是 要当参数 传给 慈禧太后 记得呢 这个My的Service 是在 跟 要把这一封信 真正的目的 它是在调用 这个 慈禧太后的 然后想把这一封信 寄给慈禧太后 然后要去找这个格格 那这是 它的条件 啊 格格的条件 OK 那这一个部分 是属于 这一个 一个对象 那 这个对象 目前是诞生在 牛郎里头 啊 我们就说 这是牛郎 这个是织女 这是IPC 啊 那这个牛郎 有它的基类 叫Activity 这一个织女 有它的基类 叫Service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 在这里诞生 创建一个对象 叫 Am Connection 创建一个对象 OK 那再把这个 对象的指针 啊 把这个对象呢 放进去这一封信 就把这个对象 把它 传给慈禧太后 叫做AMS 所以AMS 就可以 可以知道这个对象 哦 啊 那知道对这样的目的 做什么 啊 当这个AMS去 取得这个 找到这个知女 而且 找到它的阿头 再把它的阿头的 IVJ口 啊 把它传送回来 给AMS 那 AMS 要把这个 IVJ口嘛 阿头的 IVJ口呢 把它传回来 给牛郎嘛 那 那 传回来的时候 要怎么传回来 非常简单 因为 刚刚 信里头 已经有 含有这个对象 把它传给他了 所以他就 调用 这个对象 啊 里头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对象 它的列在这里 里头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是 由AMS 持带后 回掉的 回掉回来的 那回掉的时刻 是在 AMS 去绑定 他扣这个知女的 OnMind的时候 啊 扣他OnMind的时候 那么 他把这个阿头 的 IVJ口 把它 回传给他 那 所以 持带后 就抓到的 这个阿头的 IVJ口 那 这个 持带后呢 再来 因为他已经有 这个的 对象的 主帧了 所以他就可以 回掉 到这个对象 里头的 这个函数 就把这个阿头的 IVJ口 传回来 我们就把它 存在我们自己的 变量里头 存在变量里头 我的目的做什么 等到用户呢 在UI上面 按了一个Button 哦 那我们就来 只要调用 啊 就走到第三个步骤咯 就真正是要调用 这个 IVJ口 所以这个是 调用 阿头的 这个 IVJ口 这个 里头的 这个 Treset 函数 那在调用之前 我们之前 有说过啦 你不能把 Integer 把 Float 这些一般的 这个 变量 把它传给 对方 跨境成 不能传一般的 这些 形态的变量 好 那 你就必须 把它打包 打进去 这个包裹 好 因为Android里头呢 这个包裹的参数 可以做Marshalline 转指的动作 所以跨境成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 打包进去 这个包裹里头 然后 这个包裹呢 是 从牛郎 从牛郎 要送给 织女的时候 是 这个包裹 那织女 要把数据 传回来 给牛郎的时候 他会把它 打包在这个包裹里头 所以呢 这一个是 传过去的 这个 是要 传回来的 一个参数 那至于 一开始 我讲 这一个 这个 码是做什么 这我在 后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 叫做 Proxy 跟 Stop 的 设计模式的时候 我会做很详细的 说明 这个部分 在做些什么 那 Proxy Stop 其实 它的 用意呢 就是 要来 对 IP 接口 做包装 就 包装 这个 iMy 的接口 那 这个部分 那 大概 在后面的章节 会给你做 非常详细的 说明 ok 所以 我们在 这里 当你做一个说明 几个观念 就是 在APP 启动的时候 这个 一个时间点咯 在APP 这一个人呢 去把这个 某支APP 把它启动 启动之后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要把你APP 因为APP 是代码嘛 是代码 对不对 是代码 所以 要把这个类 里头的几个类 把它载入到内存里头 到 到memory 到电脑的 memory里头 那 这一个动作 这个时间点 我们称为 叫loading time 就是 把这一个代码load进来 把APP的代码load进来 load进来 到这个内存 那 在一个时间点 就会创建 这个对象 为什么 我再回头 跟你做个说明 在这里 你仔细看哦 这个是 一个函数的尾巴 你看这个函数呢 是属于oncreate 列 有没有 这个函数的头 在这里 那这是列的头 class的头 那这个oncreate 函数的尾巴 在这里 这是 函数的尾巴咯 所以 这是在函数之间 不属于函数之内 如果你把它写在这里 就是函数之内咯 的换围之内 这是函数之外 函数之外 表是属于 class level的 属于 这一个 类的等级的 那么 类的等级 这里 要创建对象 它是在loading time 的时候 创建的 如果 你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例子 如果你在这里头 写的这个 比如说 这个东西把它搬进来 那 表示在 执行这个 函数的时候 才会去 产生 这个变量 比如说 你这边是一个 RNT K好了 那 这个是属于 函数内部的变量 是在 调用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才会去创建这个变量 但是 像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定义在 class table的 class table 所以这个名称 都是 在loading time 就有了 有了 只是 它是空的 这个变量是空的 在这个时候 它才有值 但是 这一些变量 都是在loading time 就有了 那 这里头 有什么差别呢 那 这个变量 也是在loading time 就有了 那 而且是在loading time 就已经 创建这个对象了 那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个呢 因为 在这里 因为 整个activity的 开始的 最优先执行的 函数在这里 onCreate 好 那 执行onCreate 的时候 这一个参数 对不对 这个参数 一定要先存在 不然 这个 函数送出去的时候 这个 对象 是空的 但是 因为 这个对象 比 这个函数 比这边的执行的时间 还早 好 他是在loading time 的时候 在所有的函数 都还没有被执行之前 他就已经创建了 所以 在执行这个的时间点 这个已经存在了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 对象 把它当成参数 把它传给 啊 这个对象 当成参数 传给这个磁器台号 ok 我这边只要是在很仔细的帮你说明 啊 这个 mConnection 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 叫做静态的对象 ok 啊 静态的就是属于class label 啊 是属于 static的 啊 静态的对象 ok ok 所以这里 就刚刚说明了 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它就 已经 建立了 这一个mConnection的 对象 啊 因为 在这个loading time的时候 已经 执行到 这里了 所以 已经有 扭出 对象了 ok 不是只有这个名称而已 而且还有真正的对象 啊 真正的对象 好 这里就说明了 啊 mConnection 对象 它并不是特定函数 内部的 对象 啊 而是呢 是在这个loading time 就创建了 属于一种叫static 的对象 ok 啊 就是 在loading time 啊 它虽然没有特别写static 但是 它的对象 是在 这个时间点 就已经创建了 所以 当 activity呢 啊 里头去执行到oncreate的时候 因为 这个对象 早已经创建了 因为 这个对象 因为loading time 比这个的执行time 要早 好 因为loading time 要早 1 所以它比较早 所以在 这个oncreate里头呢 就可以在 my的 这个 service里头呢 把mConnection 当成一个参数 把它 传给 ams 那 ams 拿到的 阿头的接口 才可以再 透过 这个对象 来 call到on connected on service connected 才可以把 阿头的指针 阿头的iv接口 把它传回 给 牛郎 ok 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那 这个也 再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咯 在这边 创建一个am connection 的对象 然后 它在调用 这边的 这个 by的 service 的时候 就把 这个am connection 把它当成一个参数 把它传给 这个ams 那 ams 再绑定 call他 再来call他的 omind 死的时候 他就把 阿头的 iv接口 把它 回传回来 回传到这里 就是 把这个东西 把它 传回来 传什么呢 传这个 阿头的iv接口 然后 这个ams 他就 因为 自己 他已经有 这个amconnection 的对象 因为刚刚是透过 参数 传来给他的 所以呢 他就 有了他的 这个指针 所以就可以call 他的 on service connected 就可以 倒过来 把 这个 阿头的iv接口 传回来 因此 牛郎 就拿到的 这一个 阿头的iv接口了 OK 那 service 这边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 是start service 的时候 被调用的 就是 牛 之女 被启动的时候 就把 阿头 拎起来 有没有 阿头拎起来 在onmind的时候 把 阿头的iv接口 传给ams 传给ams 那 在mind呢 这个部分就 开始执行的时候 才会咯 所以我们现在 再回头 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 只要是在这里 这个就是 调用 阿头的iv接口 调用iv接口 那 阿头的iv接口呢 在哪里呢 在这里 阿头的iv接口 在这里 那 这个接口呢 调用这边的transact 函数 这边有一个transact函数 这之前都看过了 那这个函数呢 会调用ontransact 函数 然后ontransact 因为是抽象函数 所以这边会 有ontransact的抽象函数 所以他 他 他扣他 有没有 然后 他扣他 他再来扣他 是这样 所以就扣到的 买卖的咯 那我们现在 来 说明这个ontransact 就是这一段 你看 你看 这是刚刚的 这个G类 刚刚的G类 那 这个G类就是1 T咯 那G类呢 有一个I-mine的接口 对不对 那这是T咯 所以T把它继承下来 那 这是I咯 有没有 刚刚所看到的ontransact 对不对 ontransact 所以再仔细看一下 这边 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参数 有没有 这是在牛郎咯 把这两个参数 传给这个阿头 有没有 所以阿头这边 就接到咯 你看 他把它传给阿头 这是阿头 阿头呢 他的这个ontransact 是接到咯 他把这边传两个参数给他 经过这样传递下来 是不是有两个参数 PC reply PCreply 两个是不是都丢过来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阿头 怎么接这个咯 在这里 所以 他的两个参数 就被接过来咯 刚刚的PC 有没有 只是名字 参数名字换一下 刚刚的PC 这边是 刚刚的 阿 这个 PC reply 把它丢过来 就在这里 好啦 再过来的时候 那么 他就 来 做 后续的动作咯 就做这个 到底是要 播放音乐 还是stop 这一块呢 都属于 这一个 牛郎的事情咯 不是 属于这个 阿头的事咯 我们就 不再谈下去了 这个 未来我们的例子 会再仔细说明 就是我们 到了 这个 因为他是 管理这个 扣老 这个部分 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会等到我们 在 下 两堂课 之后呢 我们会有谈到 start 的 pattern 的地方 我们 会 对这个部分 做特别的说明 所以在这里 就先 谈的是 怎么互相 传递 这一个参数 那至于 阿头内部的 行为 我们就暂时不提咯 OK 好 那这就是 pray咯 有没有 这里是由 阿头呢 去 谈古增咯 并不是由 这一个 并不是由 知你咯 好 那如果 你这个 目前这里是在 阿头嘛 是在阿头的 有没有你看 这里是在 买卖的 那如果 这个阿头呢 在这里呢 也去 可以调用 service 去调用 这个知你 那么就可以 让知你去 看股增 OK 那因为 这一个 要记得咯 这个是 卖的呢 这个是 阿头咯 这边是 service咯 这边是 知你咯 因为他们 是在同一个进程 所以 直接用 方讯code 就可以了 所以 这很方便的 OK 好 那我就 帮你复习 这一个 啊 远距离的 通信 帮你复习到这里 好 谢谢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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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